我們又回到第二節 不如我講一下蔣介石 他在那個日記裡面很大膽的 很坦白的 譬如他在這個 11月7日 下午日記只有四個字 讀書、俗飾 就是說讀書和溝女 你看他 他明知道這些日記 老實說他寫來都是給後人 老實說 我也沒有寫日記 我不知道你們倆有沒有寫日記 我也沒有 寫日記的人真的 真的不會騙自己 真的寫下去 問題 你跟我寫日記 阿水看嗎 他寫日記 一定是後來拿來成為一個 他自己追溯歷史的根源 但他肯定是死了之後被人看 他肯定是何時被人看 所以他沒有問題 他不會去 推滅作假 對 他不會假 例如我涵心 我涵心 你出去我出去 我出去 那時候都七六八十六 說我回頭 有一日記裡面說什麼呢 為什麼國民黨的幹部 那麼樣樣不如共產黨呢 即是說 哪一年呢 這句話是哪一年呢 49年前 49年 一定是49年前 他應該是早期的 應該還是27年那個年代 因為他看到 國民黨是一盤散沙 大家就追逐名利 但是共產黨人 他們為他的理想 他們真的很團結 有浪漫主義 共產黨其實是浪漫主義 即是你見到一盤散沙 對著一班團結的部隊 是不是 那他就覺得 你國民黨大哥 即是國父領導之下 即是你們已經掌正了 那結果呢 你樣樣都知道 狀態如死 所以就是 蔣介誠都非常痛心 其實這個呢 他可以見到 即是 共產黨為什麼這麼團結呢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有共產國際在後面的組織 以及支持的 第二呢 我就覺得這樣 對共產黨呢 本身就是第一個共產黨 就是黨的身份加入國民黨 但是他又不想被國民黨分反 於是他就說 黨中有黨 會前換 他經常開會前換 被國民黨去開會 那共產黨五個人 就先開會 待會會點點點點點 然後就奪權 舉手 國民黨當時說要民主嘛 那大家就舉手嘛 那一起舉手 那就搶位 所以 共產黨很多時候 一大 你看一大 國民黨開一大 毛澤東都做後補委員 中央委員會後補委員 毛澤東其實就是很後才出 很英俊 很英俊 是很後才出現的 蔣介誠當時是黃埔軍校長 都 後補委員都不是 都踢去不知哪裏 其實 某個前會看到 對共產黨呢 他們經常在搞會前會 還有共產黨有一個特別的 他們有一個生活組織 他們強調一句話 人必歸祖 不理你誰 大大小小 加入共產黨 就五個人一組 八七個人一組 總之有一個生活會 黨的生活 黨的生活 定期開會 國民黨早期都有 那就是抄共產黨 嚴格說國民黨的組織 當孫生要搞國民黨之後 國民黨開一大 就把共產黨的組織 放到國民黨裏面 是李大超建議的 陳獨秀起草 好喔 加列寧模式 國民黨就跟隨你走得對 全部都拼了 嚴格說 國民黨的黨章 都是 一個不一個人 隨時陳獨秀寫好 對比孫生生生 等一個人 搞定 叫汪精為蓋人 是啊 其實當時來講 開一大的時候 國民黨裏面的黨組織 其實陳獨秀給了很多意見 對 陳獨秀的意見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是來自於共產國際的蘇聯顧問 對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一個 互相之間很相似的 一個是組織 所以經常說 國民黨和共產黨 我中後你中後 就是這樣 完全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 既然是這麼相似 為什麼不能夠合 只能夠分呢 分的原因就是說 國民黨當時是用共 去接受它 那共產黨就不 共產黨一開波入 加入國民黨 就要影響國民黨 從而得到 在國民黨當中 持有領導地位 所以共民黨 改變就是 左派 左派 左派國民黨 其實是大家 共產黨是要奪權的 一開始就已經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的目的 理念不同 手法不同 兩樣東西 其實不能夠相容的 而且早期 這個 蔣宗正去蘇俄 去考察的時候 三個月 其實回到來之後 其實那一年 他是很推崇蘇俄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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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國的那個方法 不過他有兩樣東西 他推崇了什麼 推崇了兩樣東西 第一 紅軍的組織 是 紅軍組織 第二 黨的組織 不過第三 他說共產黨 不適合於中國 這個是他說的 後來蘇俄回來之後 他寫了一份報告給張先生 他寫了 就是 還寫了蘇俄的經歷 最後一句 結論一句說話 其實他出了一本書 就是 共產黨不適於中國 共產主義 這個 這個都很後期的 其實他剛剛回來 其實他對蘇俄的看法 並不是後期的看法 他 怎樣呢 他一句句話 他說如果有人攻擊 這個俄國的革命 必須要力爭 對 如果有人攻擊共產黨 必須要揭力跟他維護 就是說他當時對蘇俄的革命 他非常推順 其實有兩件事 所以現在 今天來講 共產黨人 都說 一邊罵蔣介石 他什麼呢 權貿 為什麼權貿呢 騙我 因為共產黨經常覺得 他覺得蔣介石 在國民黨的拔棄 由黃埔軍校的校長 成為北斐軍的總司令 最後是國民黨的主席 某程度上 是共產黨 在當時共產黨 在國民黨當中 是支持蔣介石 這個支持就是 共產國際主力提出的 壓補 壓下去蔣介石那裏 第一 因為當時他將 國民黨分三方 第一是左派 國民黨的左派 第二是右派 第三是中間派 蔣介石 對當時變成中間派 所以右派 就是胡漢文 周露 左派就是孫科 廖仲海 何香營 就是廖仲海的老婆 宋慶寧 和宋慶寧 當時蔣介石 在那幾年的一身 他的嚴格比較權貌 第一是他做兩件事 第一 他要成為孫中山的 繼承者 繼承者 他必須成為孫中山的親戚關係 這個很權貌 他將宋慶寧 大家都覺得 他當時有個夫人 就是陳潔瑜 踢走他 離婚 送他去留學 送他去留學 然後娶 宋慶寧 因為他要和孫香營 是一個夫妻 孫香營和宋慶寧 是一個夫妻 既然這樣 還有一個宋慶寧 剛剛好 一於和宋慶寧結婚 宋慶寧有愛權 第二 他其實當時 對我說這些話 在中央委員會 都說過很多次 維護共產黨 即他是很維護 某程度 他維護是說給 巴羅亭聽的 是 說給李大超 一干人彈 甚至重用周恩來 周恩來本來是王木君後 政治委 副主任 最後升為主任 其實他很重用 不過你看他 那幾年 一路上去的權流 但是共產黨 覺得壓補 壓到他身上 一路上去 某個程度上 令到他 得大衛 一得大衛 當時 黨政軍權 受到他手 殺到共產黨 根不壓血 所以其實見到 當時共產國際 好像馬興所說 左中右三派 其實共產國際 壓補下去 就是壓下去軍權 那裏 因為其實 共產國際 都很明白 無論是國民黨的 右派也好 和左派也好 都沒有軍權 在手 當時掌握軍權 那個誰 最是 一方面有掌握軍權 另一方面 亦都跟他思想 互相接近的 就是蔣中正 蔣介石 那 反過來 共產國際 希望運用蔣介石 在國民黨裏 發展他的勢力 但同樣地 蔣介石也知道 蘇聯 共產國際 亦都居心叵測 所以 到了時機成熟的時候 即是1927年 4月12日 412日 這件事 進行一個 所謂清黨 這個行動 其實就是向 當時 是 上海 和 所謂英美集團 是一個 示好的 動作 所以 後來 在很多 共產黨的典籍 裏面 就納得很厲害 就說 背叛革命 但當時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大家都互相 可以這樣說 互相利用 亦都是 隨時 互相背叛 問題就是 當時 共產國際 誰是高手 是的 共產國際 是 壓錯補 即是傻的 還有 蔣介石去蘇俄 其實還有一個目的 因為當時還在北伐 1919年 孫生提出北伐 孫生退北伐 那好了 即是北伐 其實就有兩條路線 第一條路線 就是沿廣東 就是沿海打上去 第二條路線 就是烏蘭巴托 在那裡打下來 是 沒錯 好了 他想著最近的 如果由廣東打上去 很遠的 大哥 打到北京有多遠 經過幾十個省 最近 就是烏蘭巴托打下去 那他希望 蘇聯派一些兵隊 就是蒙古 就是蒙古 就是希望 蘇聯能夠開放那個地方 由國民革命軍 從烏蘭巴托 直揮北京 蘇聯 當時蘇俄 是不同意的 那時候是斯坦林當權的 所以 蔣介石回來 第二年 他談不妥了 他慶古辣 說我這麼迴護你 你這麼糟糕 你不幫我 就跟他罵了 其實那個罵 就是跟蘇俄抹面 其實就是最主要的這件事 其實 謝兄也有一件事 蘇聯是這樣的 很奇怪 國民黨認識多少人呢 不多 見過多少人 又不多 坦白說 其他都是 因為共產國際 寫報告寫報告 包羅亭寫報告回來 喂 國民黨什麼人物 不知道 什麼水 不知道 但是蔣忠正 蔣介石 就親自站在 斯坦林面前 去蘇聯訪問 真是 接觸過 見過 他覺得 這個 而且 他見過 斯坦林的時候 法國蘇俄是 少數人 統治大多數人 因為蘇俄當時 他真的不是俄國人 他是格魯吉亞人 他覺得 喂 你統治一個這麼大的 蘇俄的體系 這個是 你這麼少數 你還不是蘇俄本土的人 是格魯吉亞的人 你真是統治一個 就是他覺得 少數人 統治一個這麼大的 蘇聯 就覺得 這個這樣的集團 幫我相信 是 還有 最重要的是 就是 當時的蘇俄 他吸引中國知識分子 就是因為他能夠放棄在華的利益 但是去到 1923年 2024年的時候 他們 隨著蘇俄在歐洲方面 壓力減輕了 他逐漸覺得 咦? 在中國的利益 其實有些可以 可以保護 可以維持 鐵路 例如中東鐵路 還有另一個就是 所謂的愛蒙問題 是的 剛才謝兄所說的 就是 當時蔣介石 就想 受孫生委託 想 在烏蘭巴托出兵 蘇俄不肯 當時蘇俄 因為怕著 影響他在外蒙的利益 你來我們出兵 你也會霸我嗎? 最大的問題 我幫你駐軍 你整理一下 他有兩件事 第一問你借兵 俄羅斯借兵 第二 對國民革命軍 其實當時有鼓 所謂的 馮玉牆 那些孫生軍 支持孫生 但是 信不過 隨時你也吃了我 我蒙古 雖然我蒙古是你的 但是我已經霸了 他要他獨立 其實 當時俄斯都押了兩個補 第一是跟北京政府 當時北京政府 當時北京政府就是軍閥 都在聊天 好笑的 蘇俄的顧問 在國民黨的顧問 來中國的時候 就去北京 蘇聯大使館那裏 站住 然後由他安排 下來南方 所以當時蘇俄 都玩兩手 兩手準備 一邊是跟顧為軍傾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當時利用 蘇翁山的影響力 押北京政府 希望北京政府 答應蘇俄 在中東鐵路 和外網的利益 得到保障 跟著還養個小流民 就是養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小流民 幫你佢佢賺 某程度 蘇聯這種三手作風 幾好 第一 你支持國民黨 給槍給火 不過 共產黨加領國民黨 還有很強調 加領黃埔軍校 這樣才習慣 做教官 總之 什麼都要有的影子 國民黨不斷膨脹 所謂廣州軍政府不斷膨脹 共產黨在裡面不斷膨脹 某個程度上 一個不小心 共產黨可以主導國民黨 而事實上某個程度 都是主導的 特別呢 最重要的是 雙生過世 小小之後 那汪精偉呢 其實嚴格說 汪精偉由頭到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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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厘頭 去掌政權 本身是代大元帥是和民的 那回來之後 為什麼捧了汪精偉做國民黨的主席呢 胡漢文反應做國民黨的主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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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軍政府的外交部呢 那當然是俄羅斯的影子 沒錯 那所以呢 去到最後 啊 蔣介石 在 對孫生的一個報告裡面呢 其實呢 就提到 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蘇俄 其實他的本質呢 和帝國主義呢 都很相近 對於中國來說呢 都有很大的野心 所以呢 蔣中正呢 對於這個 蘇聯呢 對蘇俄呢 其實是 不信任的 那 就是 發展了 蔣中正 最後 世絲不伐了 是 開波 因為說不行了 如果在烏蘭帕道那裏出兵 那當然是 那是孫哈的時代 歷史就搞不行了 唯有是這個 由廣東出發 廣東出發 基本上就說了 開始了 蔣中正 就 最後成為一個 總司令 不法軍總司令 不法軍總司令 黨主席其實也不是他 不是 那 國民政府主席也不是他 不過呢 某個程度上呢 他就 就是 大兵 大兵不法 一支 當時不法軍事 其實早兩集都提過 我們後期也說到 靈漢分裂 分裂 那 我想 現在開始 是不是我們由 靈漢分裂 開始說到 清共亮 因為他上一次 就說到靈漢分家 靈漢分家 漢就是指武漢 當時武漢國民政府 就是汪精衛為首 靈漢就是南京 以蔣介石 蔣宗正為首 當時來講 北伐 在北伐的過程裏面 由於這個 是靈漢分裂 所以 北伐基本上 就是停頓了 靈漢兩個地方 在政治上分家 同樣地 在這個軍隊裏面 在軍事方面 也都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衝突 因為當時來講 武漢國民政府 汪精衛 是得到當時 湖南唐生智部隊的支持 湖南唐生智部隊 就組織了一支軍隊 想著 東征 去打 當時的蔣介石 在這個階段 我想和大家 都交代 所謂 靈漢分裂 蔣介石 本身一直打到武漢之後 將廣州政府搬到武漢 4月10日 汪精說 我們就回來了 其實是外國回來 回到武漢 就奉為國民黨的主席 蘇聯顧問 蘇聯顧問 我們上次說了 這個就是 一有事就走了 一有事就走了 沒有事就回來 但是另外 當時 本身 浙江那方面 軍閥宣傳方案 祖席 打過宣傳方案 佔美上海 南京 然後一入到南京 上海之後 就成立了 南京國民黨政府 當時他就當時北福根總司令 就捧了 武漢民做主席 國民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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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就開始談不定數了 武漢怎麼辦呢 三方向 第一就是繼續北福根打上去 東征 蔣介石 第三就是 南下 就是 無法做 但是所謂武漢政府的維持方向 就是湖北 湖南 以及江西部分 但是某個程度 南京政府的定盤大 浙江江蘇 蔡紅西大 蔡紅西大 因為上海幫支持他 上海幫支持他 又借到錢 因為上海幫的財政有錢 又跟其他國際的友人 英美集結 當時兩邊 其實某個程度沒有分裂 當時分裂 上次都 都提過 都提過 但是 不過大家兩樣都共同做了一件事 最後就是 清共 蔡介石 清共 我想這真的要講講 共產黨的恩怨情仇 這次開波了 因為其實呢 去到北伐的時候 其實看到一件事就是說 共產 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裏面的勢力 是越來越大 而這個大到呢 是令到當時國民黨裏面的人 都感覺到呢 是有這個恐慌的 而很奇怪的一件事 在國民黨的軍隊裏面 其實有不少的將領 其實都是很猶疑 也都是很不知所措的 所以不知所措的意思是什麼呢 究竟他應該是站在國民黨那邊呢 因為站在共產黨那邊 那麼 是1927年 剛才說的話 4月12號 就由於呢 是 蔡介石 他感覺到呢 共產黨的威脅越來越大 那同時呢 他也是為了要向當地的 就是 英美的 集團 英美國家的 財團呢 是示好 所以呢 就是 清黨 就大埔共產黨人 這裏我要提一提 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 共產黨呢 除了滲透國民黨以外 有一個很沙家的 組織工會 組織工會 即是發動工人 農民 農民 但是 因為陳獨秀 你也知道那些 陳獨秀那些 以城市為主 就是工人 其實當時上海組織了全國 即是上海工人總會 工人總會很厲害 工人而已 大哥 你開個會 跟人聊勞資糾紛 爭取假期就算了 有槍入炮的 有武力的 有武裝力量的 有武裝力的 隨時拿槍上來 嘩 威風過你 那共產黨其實就 很多工會都退控制了 由槍由盼 最後就 初初就 有一個權謀 就說 又是 蔣介石被人罵 就說 一進上海的時候 打了個金七招牌 給上海總工會 就說這個什麼 工會之綱 工會之綱 結果被人罵了 原來 然後過了五天就 清了去 然後就 四一二 接著就要他們 夾蟹 夾蟹 然後就清共 當時的清共 他們就很強烈 共產黨 就是 南京政府 第一 所有據名據姓的共產黨 全部抓去 就是 他們本身有名策的 沒有交的 沒有人說 有的全部全部抓去 就是 交了槍械 然後抓去 第二 而共產黨也發動了一個工人 大罷工 搞過大遊行 然後 然後 當然 共產黨就說 國民黨就不斷開槍 打死很多人 當然 反過來說 國民黨就說到 當時 抓那些 所謂的 有些工人 有些 學生 就是那些 左牌學生 搞事棍 在共產黨的記載裡面 就寫了二千人 寫了二千人 這個 互相都會 一個報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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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怎樣都說 那裏有一些清共 基本上 在南京政府手下 全部清掉 那一刻 共產黨的相 是啊 如果看回 當時 其實 中共 有一個總部 所謂的 中共中央 就在上海 陳獨秀 當時在上海 這個412的事件之後 陳獨秀因為 他被黨裡面 即中國共產黨裡面的人 批評他 不能夠及時 去保護自己的黨人 於是 他就在黨內 就被當時 劉蘇派 即是劉學蘇聯的一些領導人 批評 那在蘇聯的 在當時蘇聯顧問的 那個 控制之下 就馬上 就把陳獨秀的 總書記的職位 就是 撤除了 那由誰做呢 就由李立三做 那而 為了 適應這個 這樣的時勢 那 中共中央 就成立了一個 臨時的中央委員會 那這個 臨時中央委員會 去到 後來 7月15號 即是同一年 1927年7月15號 汪精衛 為了 是 要 是 跟這個 寧漢 即是要跟這個南京 是復合 他也都 是主持了一個 分共會議 那就是希望 將 在武漢的國民政府 裡面的共產黨人 都清除出去 那 於是 就 在當時來講 就令到當時共產黨 就十分之是 徬徨 那在當時來講 臨時的中央委員會 就有 有三個人 其中一個 李立三 李 李 李俊漢 還有 另一個就是周恩來 那 在這裏 就可以見到 周恩來 在當時來講 成為了其中的一個領導人 那也是 那時候開始 就見到一個 現象了 就是說 我們一向都說 中國共產黨 就是 毛澤東 走先的 其實這個 不是 一直是 因為 在中國共產黨 建黨的 發展的過程裡面 周恩來 其實當時來講 已經是一個 晉身到領導人的級別 好了 另一個領導人 朱德 何時出現呢 就是 去到 八月一號的時候 這個是 南昌事變 或者叫南昌起義 他才是 冒出頭狼 或者去到這個階段 我們都講講 四月的時候 其實四月很均烈的 四月份 上海清共 蔣永遠當時 清黨 清共 其實同時 當時北京政府 軍閥 叫做張作林 主持 張作林當時 叫做中華民國 六海軍 達月歲 其實當時四月份 做了一件大事 大事 就是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到今天來說 都覺得前無古人後無 第一 他又不知道 而這件事 共產黨一直批評 就是 蔣介石 一直都跟軍閥勾結 他說 當時張作林 就派兵 他一定要給他一個罪名 他當然 派兵 包圍東郊文行 還有什麼 衝進蘇聯大使館裡面 清查大使館 這個破天荒 外國大使館 在中國第一次被人清查 然後張作林 一下子 進去搜 哇 這些軍閥 塞料上 什麼外交例子 什麼領土 一腳看門口 搜 天子腳下這個地方 天子腳下這個地方 這些俄羅斯 什麼東西 一腳伸進去搜 搜一大堆東西 當然搜搜很多大堆東西 當然這些東西 都牽涉到 第三國際秘密文件 經蘇聯大使館 轉回 俄羅斯科 俄羅斯科 當時同時捉了李大超 李大超 德京的時候捉了他 一干人燈 共產黨人燈 都捉了 這些資料 也都說 喂 是不是會交給蔣介石 當時清拱 其實當時抽了很多資料 最後呢 俄羅斯不敢說聲 最後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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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沒有抗議 最後被人搜了一段 搜了這一天 那麼 捉了一大堆人 還搬了很多文件出來 當時軍閥 你也傻了 他兵多過你 他兵少過你 你兵少過你 最後呢 4月28日 李大超 最後就搞死了 是 就是將來殺了 所以 這段 也是說 共產黨一直說 蔣介石 軍閥其實是有勾結的 兩人 眉來眼去 所以這些也有淵於養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剛剛前卿提到 武漢 國民政府 為什麼要 最後要分共呢 當時 其實有個 第三國際 也有個代表 在武漢 他又好像 又不知道 神推鬼拱 跟汪精衛 那或者我們 下一節再談 兩本日記 一個就是 蔣介石的日記 導出了他 原來的真的 真身 就是還他很多清白 另外一本 大江東去的 司徒為日記 就很嚴重了 就是 又真的獻了他的真身 我絕對相信 這是真的 你又 你又想 講一下他的大江東去 就是 我 我突然想起 兩個人都有 日記 或者是日記 毛澤東奇的日記 就是 都寫下給後人參考 就是 蔣介石就還他一個清白 但是這個 我們司徒老人 都還他一個清白 對嗎 好了 第三節我們再講過 好 好 加油 那天是你用淚水 濕透了你的雙眼 抬起頭說哪兒有你的一片天 你不想問也就不必懂 就讓人們學著自己去改變 那些激昂的胸中穿著沸騰的鞋 數不盡 數不盡的憂愁說在美語之間 別問哪一個時代 給了多少的不改 紛亂的事實 誰也斬不斷 不要告訴人們 那是上天的溫柔 不要告訴人們 那是署名的錯 記得告訴孩子 最重要的是什麼 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Radio2011 踢走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辛亥百年華滄桑 主持 麥葉成 謝二方